我们有很多木材 我不知道 我们在森林深深 这就是这里 我们不能看到这个 只有一棵 我说那还有其他的吗 他说没有了 他说他需要有时间去跟当地的那些年轻人去讲这个事情 然后可不可以去 他说但是我们只有一天的时间 明天就要回去 双桥好走 独木难行 那最后没有办法 我们只好乔装成买家 我们说那好吧 我们要去买红木 这样总可以带我们去看了吧 然后向导刚开始不信 那很多人呢 就对我们非常的严加防范 然后一直在观察着我们的动向 最后我发现 你旅游者的身份肯定是不行 那我就换个身份吧 我就变成了红木买家 跪头了 你把那红点挡住 我发现了那些计算肯定是不行 就顶其他行为 那些不舒服 那些不adays corp 我拍摄事 我说你现在坐下 那些不错 我的身份变了 我的导游们身份也都变了 摇身一变 都变成了跟红木生意有关系的人 我说我要买红木 然后所有人释然了 这就对了 那你早说了 你买红木我们这儿有 这种认识 让我们其实心里挺别扭的 就是为什么 中国人都是为了红木生意才来 早上五点就冷得不得了 今儿去看我 我们瞧瞧瞧 然后我们跟向导去说 确实是想买 那你必须得让我们验到货 我们才可以下单 当时买红木的时候 根本就不会想到说 还会跟这么遥远的 地球另一边的 这样的马达加斯加 这个国家有关 更想不到会跟那么可爱的狐猴有关 引用一句名言 无尽的远方 总有跟你生命息息相关的人 好紧张 那我们这一传人 这会儿都不知道谁只得信任 谁不能信任 可爱之后 负责 不得责 不得责 不得责